镜头转到美国来关注是民主党共和党全代会在芝加哥登场的第二天 今天这对明星夫妇也来帮贺锦丽助阵了 那就是前总统欧巴马跟蜜雪儿夫妻 不过这两位今天会现身不单纯 只是他们是这个前总统跟Diffran的身份 是因为欧巴马家族其实跟贺锦丽有很深的交情 欧巴马跟贺锦丽两个人相识20多年了 当时在2004年的一场这个募款的参会上 那两个人当时都有律师相关的背景 甚至准备要进军政坛了 而隔了每几年呢在2007年欧巴马宣布要投入总统大选 那贺锦丽呢当时是旧金山的地方检察长 也不遗余力来帮他呢在党团大会前做了很多的募资 甚至之后还担任欧巴马在加州的这个竞选干事 所以呢其实当时呢是全力的力挺欧巴马的 那后来2010年欧巴马当总统贺锦丽她希望她的这个 法律生涯能够更进一步 她要选检察长那欧巴马也是全力支持她 媒体给她一个封号叫做女版的欧巴马 所以我们快速呢把时间推进到今天 是贺锦丽要来角逐大位 欧巴马马上呢在全代会呢 当然是要火力全开的 希望能够帮她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我们来看欧巴马在演讲上说了什么呢 她当然是话风一转先痛批川普就说呢 川普她很明显过去给她当过总统 不过大家觉得她做得好吗 当然不好因为她只会不断的抱怨 不断的咆哮在装模作样 让局势变得非常混乱 那她一直抱怨自己的问题 但是没有来帮美国解决问题 美国在她任内呢面临到很多的困境 不过川普只顾她自己 应该也不会因为美国的状态而睡不着觉吧 好像都还是高枕无忧的 所以今年这场选举呢 可以说是美国的战斗 我们要为美国的信仰而战 现在呢是要选能够领导美国领导国家的人 不是要选一个 只重视自己的个人信仰 个人崇拜 这样子自大狂妄的领袖 那至于她的夫人 密雪儿怎么说呢 密雪儿其实是主要提到 川普之前呢 在主打非法移民的议题 不过自己也有一些失言 用川普的说法是呢 这些外来的移民抢走了 black job 美国人的工作 Hispanic 西班牙裔的工作 但这些词汇好像都只在专职某一个族群 有一点踩到这些种族的红线 让这些族群感到不是很舒服 所以密雪儿就说了 哎川普呢你现在说要选总统 那你没有想过总统这个职务 也是你口中所谓的黑人工作啊 因为总统过去有黑人当过 那现在呢跟你竞争的又是民主党 具有非裔协同的贺锦丽 所以你这样说话是不是在自打嘴巴呢 那另外密雪儿也讲到就是呢 川普呢他尽一切的努力 让人们来怕我们 但是呢这并不是这场选战的重点 因为美国人应该要团结起来 那刚刚讲到族裔的部分 其实也包括呢川普他批评过贺锦丽说 你一直之前主打自己呢 是这个印度裔 但从来没有讲过自己其实呢 的父亲其实是亚买加义 突然变成非裔了吗 也说过呢欧巴马呢 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 没有资格选总统 那这些点呢对这个欧巴马夫妇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直接反击的重点 那当然贺锦丽现在呢 其实可以说是声势扶摇直上 包括在募款方面也进行的蛮顺利的 我们来看这个报告里面的数字呢 从7月21号确定呢 由他取代拜登来参选之后 到现在呢募集到了美金超过5亿 台币有将近160亿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如果我们再把拜登之前的这个 募款的金额加起来 可能是超过台币10亿 美金10亿台币有足足320亿元 而在这个得到的募款 在企业方面的支持 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跟川普阵营比起来 主要呢 其实贺锦丽拿到的企业方面的捐款 是集中在科技业 包括Google Apple跟辉达都有做捐款 那川普阵营的共和党的部分 比较多可以看到是一些传产 或是零售业像沃尔马等等 所以两个阵营 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政策关系 吸引到的金主呢 其实也蛮不一样的 那当然 募了这么多的钱 加起来台币300多亿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就是这个选战的广告 去做投放 然后激起支持者的这个支持的情绪 能够催票 那这个吸金能力 其实因为非常的罕见 前所未见 凝聚力非常强 那如果能够做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 希望能够在选战最后进入这 可能两个多月的关头 甚至到一个月前几天 都能够有机会去改变选民 最后的意向 也希望能够呢 帮贺锦丽来巩固未来的胜利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一线身 全场翻身雷动 他也不负众望 展现超强眼说功力 跑红对象当然少不了川普 提到川普曾质疑贺锦丽造势人数作假 欧巴马搭配首饰三度破表 看下观众一度对川普发出嘘声 欧巴马撤养回应 欧巴马过去的竞选口号 Yes you can 也被支持者改成 Yes she can 当晚金晋连发的 还有美国前第一夫人 蜜雪儿 His limited narrow view of the world made him feel threatened by the existence of two hard work and highly educated successful people who happen to be black 很酸川普一直以来想找的工作 其实也是黑人工作 Tonight we heard from two of the best players in politics right now and particularly Michelle Obama 民主党全代会展现大团结 不过拜登离开 还是被记者问到敏感问题 民主党全代会第二天 也正式透过视讯宣布提名 贺锦丽和华兹为候选人 与新闻 综合报道 而至于川普方面呢 他现在其实有些民调是落后 还没有当选 不过他已经开出非常多的支票 要帮以购呢 入主白宫之后的内阁 来找可能的官员人选 我们先来看呢 是这个独立的参选人 小罗伯甘乃迪 他跟他的副手Shanahan 现在有点考虑 是不是要退选呢 他们也说 假如退选的话 那考虑会直接加入 支持川普阵营 希望能够助川普一臂之力 那川普呢 也非常乐见这两个人退选 他就说了 如果你们真的决定要退出的话 那有没有以后考虑 来加入我的新政府呢 打算延览他们来入阁 那另一位呢 他这个前几天呢 在招手的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他说他觉得 马斯克是一个聪明的企业家 所以认可 如果呢 他要来这个处理国家大事的话 应该也是能够升任的 而马斯克呢 他有回应川普的这个邀请 他在社群上贴出这一张呢 他是用这个AI合成的照片 你看到他整个人的西装笔挺 站得很直 那他下面的这个讲台 有几个字非常有趣 他这个贴文的主轴是 他说他愿意来为美国服务 那是服务哪个部门呢 这张照片有玄机 上面写的是DOG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就是政府效率部门 不过DOGE这几个缩写 你会发现其实呢 他跟狗狗币 Dogecoin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有一个双关的意味 那在呢 这个照片发布之后 狗狗币也立刻呢 就上涨了6% 那当然川普跟马斯克看起来 现在在社群上互动这么频繁 之前还一起开直播 他们真的是好朋友嘛 我们把时间轴拉远一点去看 就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 两个人之前其实也蛮常起过争执的 之前可以说是呢 互看不顺眼 有一些常常对骂这样的情况 那当时在这个2016年川普要选总统的时候 其实马斯克就说过 他觉得川普并不太适合做总统这个位置 无法帮美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甚至马斯克还自己透露过 他以前呢是民主党的铁粉 曾经为了想去跟欧巴马握手 排队排了六个多小时 不过事后呢 他很明显正式倾向转变了 跟川普呢反而走的比较近一些 那两个人呢 后来在川普当选之后 他还曾经担任过白宫的顾问委员 那当然后来在川普 他这个要退出 遏止气候变迁的巴黎协定之后 那马斯克他也就退出了 不过两个人还是交集是蛮多的 那现在呢好像常常还在通电话 讨论各种议题包括移民科技跟科学等等 所以呢越走越近 甚至还讨论到要不要一起呢 来这个为美国来服务 一个当总统 一个呢当这个内阁的阁员 不过其实我们会发现呢 马斯克他力挺川普 真的是被川普吸引 或是认同他的政策吗 答案可能也不太肯定 因为川普讲过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想要直接去砍掉对电动车的补助 他对新能源车有疑虑 他觉得呢在天气太冷的时候 可能电动车没办法发动 那美国其实浮原辽阔很多地方呢 气温很低 他觉得车子其实恐怕在销售上会有很多问题 甚至呢对美国的社会来讲不一定是好事 那马斯克为什么还要跟川普当好朋友呢 背后可能是有政治算计的 这是彭博社的分析认为 马斯克过去的形象比较像是呢 他是这个中间派自由派 那现在呢整个改过来 好像跟川普站在同一边 变得比较右派一些 可以吸引到所谓的极端保守的消费者 去进一步扩大特斯拉的客群 当然这个有风险 可能就会让本来支持特斯拉的人越离越远 那第二个是在这次的选战 达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 包括呢这个马斯克他取消了X平台上 川普账号的这个解禁 所以让X变成这次选举政治的对话中心 让川普方便去发表很多的言论 也进而去带动马斯克个人 或者是特斯拉的整个品牌效益 那当然第三点是呢 我们讲这个特斯拉电动车 那好像跟两个人的利益 有一点点是相左 不过马斯克除了电动车之外 还有别的梦想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他想要上火星 所以他有一个公司叫做SpaceX 他有一个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那共和党其实长期都非常支持火星任务 所以对马斯克来说 如果支持共和党能够帮SpaceX 争取到多一点点的空间 或者是资源去完成他的这个 上太空的霸业的话 或许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 两个人其实个性上还蛮相似 都是属于那种大炮性格 有话直说常常得罪人的类型 但是在理念上有一些相左 可是又因为利益 所以呢走得越来越近 呈现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表面上有疑深厚的状态 那当然川普的这样子的个性呢 很容易得罪人 那我们在这个娱乐圈或是体育界 比较看到这些名人 通常是支持民主党比较多 所以您看到呢 这一位呢 是美国NBA勇士队的总教练Kurt 他在这一次的民主党拳戴会上 他比出了这个手势 就是呢这个Kurry球星招牌的 这个晚安手势 那意思也是在讽刺川普说 你输了选战之后 就赶快回家去洗洗睡吧 雙手合十放在耳边 这是温暖的晚安手势 也是NBA超级球星Kurry 投进三分球后 要对手乖乖回家洗洗睡吧的招牌手势 没想到Kurry的招牌动作 竟然被自己的教练科尔偷雪走 而且登上民主党拳戴会的舞台 因为民主党现在大团结 目标就是要挡下川普的重回白宫之路 事实上民主党拳戴会前两天 现场气氛相当欢乐 TVBS采访团队就发现 现场有人戴着充满美国国旗的美国帽 力挺贺华沛 现在更传出碧昂斯和泰勒斯 这两大天后 可能会在拳戴会最后一天 和贺锦丽一起献身 一样让民主党人充满期待 提到天后泰勒斯 其实连川普都不敢小看她的影响力 川普甚至上传AI生成的假照片 宣称私粉挺她 她愿意接受 川普硬要蹭泰勒斯一把 尽管天后本人没有回应 只是根据美日邮报报导 消息人士指出 泰勒斯不可能挺川普 甚至还说川普疯了 各方面都是 TVBS新闻综合报导